現在的小朋友 例如跳啤梨可能只是一個興趣 或者是一個做運動減壓肥的心態去跳 但真的很少人去踏出那一步去走專業的路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每一天堅持去做很多很重複的事 我們的訓練一天其實是九個小時 朝九晚六不斷地走一至五 剛入團的時候可能覺得可以的 但可能到五六年之後這個感覺就會慢慢消退 很認真地說 因為我從九歲開始跳到現在我三十一歲 開始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新鮮感 就是每一天堅持不斷重複去做每一個動作 但它的變化不是很大 我選擇編舞的原因就是 我可以創作一些東西是每一次都不同的 還有它的時間相對來說比較短 就是可能創作一個新的作品 可能只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月完結之後 我就可以劈低它之後 就去重新開始另一個 我是主要用比較多的經典 所以延伸性可以很大 就是有很多可以有很多變化 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影響最大 我覺得是一個團隊 巴雷姆可以 需要很多人去做一個製作 不只是你一個跳得好 就是可以活動 所以是很多人合作 加後台、服裝、角色各樣的一齊的配合 才可以令到一個表演完成 那我很多謝香港藝術發展局 給我這個藝術新手獎 也都很多謝我自己公司 香港馬雷舞團 在後面其實支持了我很多 透過這個獎 我可以嘗試在不同的平台上 可以做多些創作和舞蹈的作品 有機會的話 我會做一件事 可能是中國舞 現代舞加芭蕾 或者加一些其他舞種的舞蹈 一起去製造一隻舞 令到他們在舞蹈中可以表現到 他們自己本身的舞蹈元素之外 又可以在我的故事裏面發揮